大家好,大家心心念念的海棠在這次改版可以結緣囉! 所以改版的第一集先分享怎麼跟它結緣 首先前往無岳渡口 我們必須先找債主加入九江水站 加入前會先為常考驗,把他們打敗即可加入 繼續點債主接取解量的任務 前往大地圖的左上角 把他們解決即可 跟債主回任務 繼續接取下個任務生意 他會要你去找泰白樓的長櫃 要他們必須要用九江水站的船運貨 這時可以找海棠聊天了 他會說居然讓你這樣的人加入水站 必須要先通過他的考驗 考驗就是先跟他打一場 打贏他就會說你通過考驗了 但他這時還不會全然的相信你 繼續點他對話他會問你幾個問題 請你如實回答 這邊請不要如實回答 應該是說要回答他想聽的答案 選當然願意 選拒絕他水站的秘密不可外洩 選大局為重按載準的命令行事 選與水站共進退 選為了在江湖找到歸屬 此時他會很意外問你是不是只講他想聽的答案 但這時還無法邀他入隊 前往林安城 到太白樓找掌櫃 如果口才有三男可以用口才說服他 講完他會同意之後只找九張水站合作 回去找債主覆命 繼續點債主交談點特使 會看到看王派特使前來九張水站傳話 債主問他要不要留下來吃個便飯 特使一臉囂張的說不用 特使走後忘記篩錢給特使要我們去追一趟 前往第五左上角時會收到海棠的飛哥傳輸 要我們敘事去找他 我們先追一下特使 特使追上後拿十罐錢給他 他會開心的送你一本紫色拳法 敘事去找海棠 他會跟你說諸葛神技怪怪的 問你要不要跟他一起調查他 這邊選答應幫他 取得他的信任非常簡單 他也是問你幾個問題要你如實回答 我們也是選他想聽的答案 選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選屬於自己的地位要爭取到 選我是高層財務自然是我的 選左右握旋建立自己勢力 選康王 打完他會說你跟他很合 從今以後可以隨意進他房間 這時我們先跟在左回任務回覆太白勞的事 可以學到著浪排空的絕招 我們點諸葛神技 他派給你第一個任務是送信到林安城的知府 前往林安城衙門 將信送給他 知府看完非常滿意 跟諸葛神技回任務 繼續點他的對話 他會要你再指示 前往林安城的港口送信 他不會跟你講清楚任務的內容 就是叫你去送信就對了 這時拿著信件去找海棠 把我們心中的疑慮跟海棠討論 於是海棠大累累的說 不然你直接看到信件寫什麼 結果海棠看完後說什麼都是蝌蚪 看不懂 結果混我看的時候 發現也是看不懂 於是海棠決定先將書信抄下來 我們一樣先去送信 前往林安城的港口在這邊打坐到紫石 這時會突然出現皮膚神的人跟我們拿信 看來諸葛神技已經安裝跟皮膚神的搭上線了 跟諸葛神技回任務 他又會再叫你送信一次 只是這時的對象是康王殿下 然後再去找海棠 跟他說諸葛神技又有動作了 打開信件 結果信件的內容全是製作餃子的流程 海棠一樣將這些都記錄下來 這時一到大地圖又收到飛哥傳輸 不就是海棠要我驅使去找他 不過主角覺得這件信感覺怪怪的 我們一樣先將信拿給林安城的康王 康王會說多謝這份食譜 他們打暗號都打得好有趣喔 驅使我們前往海棠房間 這時無論我怎麼在外面叫 裡面都沒有人回應 一進來看到海棠全身赤裸的躺在床上 主角本想離開 但又想又不對 燈也沒關怎麼可能睡得著 上前查看發現海棠臉色發紙一不蔽提 正當我還在想怎麼辦時 諸葛神技突然進來 傻眼這根本就仙人跳吧 諸葛神技一臉王位的說 沒想到你是這種人 不過他卻說看在網日交情份上 你要不要直接離開九江水寨 可是一旦離開就做出這個罪名 我當然是不如介紹啊 結果他馬上變臉說要公事公辦 隨機要跟我打一場 三兩下把他們都解決掉 原本也會把他打退就沒事了 誰知道這時候債主突然出現啊 諸葛趕緊說他一進來就看到我在大小姐床前 我跟債主解釋 但債主似乎不買單 債主表示先把海棠醫治好 醫好後所有事情既往不救 點擊海棠會發現解齒毒藥 東蟲下草龍血結白出一份 最後再服依一支土圓做藥飲 如果平常有柴藥草的話 基本上身上都會有這些 東西備齊後我們趕緊幫海棠熬藥 吃完藥後海棠氣色逐漸好轉 並恢復意識 海棠一起來我立馬問他 失去醫吃前到底發生什麼事 他說他當天吃過晚飯後 也沒安排什麼事就睡了 可是明明海棠有約我們來見他 怎麼會說沒安排死咧 對話天文到這我們才發現 原來有人假借海棠的名義寄信給我 這時海棠折一口咬釘就是諸葛神記幹的 還說他馬上就找他對峙 但因苦無證據 主角要他先緩緩 這時邀請海棠入隊 一起去搜諸葛神記的房間 因為我們前面在打諸葛神記的題目 打得很好 所以我們今天他房間都不會再被阻攔 此時會看到他房間有一個寶箱 一打開會看到黑色的粉末 黑蓮之毒 這就是造成小姐狀態的毒藥 海棠表示要去找他對峙 但主要認為應該先找齋祖討論 找齋祖的交談、藥粉 齋祖拿到手邊舔了一下說 這是啥怎麼哭哭的 我們趕緊說這就是讓海棠中毒的藥粉 並跟他說在諸葛神記的房間中找到 齋祖本來還不信 但看到海棠幫我作證他就覺得怪怪的 結果諸葛神記卻腳邊說 他這個藥是在研究如何配解樣 結果齋祖還真的信了 海棠簡直要瘋了 直接嗆他滿嘴胡言 加上主角一直要求 諸葛神記提出貨源 諸葛卻說不便透露 而諸葛決定直接攤牌 說這毒藥就是東營的特有毒藥 但此時齋祖居然還是相信諸葛 直到最後主角拿出有人仿造海棠的寫信給主角的書信 海棠說我連那個字都看不懂怎麼會寫咧 這海棠跟著的文化水平堪憂啊 很多字都看不懂 諸葛眼看事件逐漸要伺機敗落 於是索性不裝了直接承認這就是他做的 而這次出現一群忍者 原來這些都是來幫諸葛神記的 此時在主卻發現他內力提不起來 主角說還不是你剛點了一口藥粉 三兩下把我們解決掉 諸葛神想不到他詹密的計劃 居然被一個剛進水在的新人攪黃 這時點開關系會發現諸葛已經被我們殺死了 這次雖然與海棠關係已經到生死 但仍然不能邀請 跟在主交談赴宴 康王邀要在主吃飯 在主認為此次為鴻門宴 於是要我代替他赴宴 前去領安城找康王 康王也毫不避諱說這場就是鴻門宴 但看到我們出席只好作罷 把事情經過跟在主說一遍 在主會送一本假集的吞金刀法 我們再跟在主接一個委託的任務 前往地圖左上角的驚嘆號 把他們全部解決掉 這時回無約度會發現全是康王的兵 看來裡面出事了 選硬闖 一波把他們全部帶走 一進大廳會發現在主又中毒了 諸葛神技隨時 但這些小洞洞仍然會造反 一樣三兩下把他們都解決掉 這時在主會送我們假集心法 金刀鴻浪爵 我們再點在主交談 他會說康王送我們一份大禮 我們也要回送 他要我們去大鬧一下康王府 我快笑了時 在主也是有仇必報的個性 於是海棠請求在主打算 跟我們一起去擾康王府 前去康王府 我沒想到在門口就被攔下了 秉持著來鬧著想法 當然是把他們全部幹掉啊 進到中醫院的時候再打一場 進到康王府 康王說你是我妹夫 為何幫著外人 當然是為了要取海湯啊 講再多還不是讓人把我殺掉 打完主角還嗆說 如果康王再繼續針對我們 也會一直鬧下去 最後看完妥協 井水不放河水 回去找載主回任務 這次載主卻一改常態說 我們應該要離開 不該埋沒在九江水站 而且他有個不寢知情 科夫從江湖時帶上海棠一起 對話完後 海棠就可以邀請入隊了 立馬帶去約老廟 他現在更沒想到他這個男人伯會有人喜歡 這次的媳婦居然是康王和郡主耶 把他們都幹掉就可以解任了 先來看一下海棠的新天賦 吸手同心 與主角相鄰攻擊獲得主角10%的攻擊加成 被攻擊加10%防禦 最後來展示一下情侶技 話說情侶技原本只要150 現在改成100就可以了耶 以上為定海棠結緣拳攻略 之後陸續釋出改版後的攻略分享 喜歡我的影片幫你讚訂閱分享加開啟小鈴鐺 我是小瘋 我們下次見 Blickin 在我心裡 這邊 ca